第二章我们要介绍项量 项量要特别注意 很多同学 他都毕业了 项量跟纯量 搞不清楚 纯量就是我们一般的 你多少公斤 面积有多大 体积有多大 温度有多大 这是所谓的纯量 没有方向性的 项量就像位移 速度加速度 它是有方向性的 它是项量 这个搞不清楚 我给你讲 项量跟纯量搞不清楚 将来你们 二年级三年级 有的课你就学不下去 因为到了二年级三年级 比如说 你们光电系将来有电磁学 电磁学全是用项量来表示 你项量搞不清楚 你就学不下去 化学系也是一样 你有很多东西要用项量表示 你项量学不好 跟纯量混在一起 那你就学不下去了 好 现在我们来介绍项量 物理学里面有好多 具有大小跟方向的量 处理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数学语言 这个一定要学会 严格的要求你自己 不能妈妈糊糊 向量的表示法 纯量 它只有大小而不涉及方向者 如体积密度跟温度 那这个就是纯量 纯量我们只要写出大小来就好了 大小跟它的单位就好了 如果是向量呢 它除了有大小之外 还有方向 像位移速度 加速度等等 那这个时候 向量的符号 跟纯量就不一样了 那现在我们看看它的这个符号 我们通常是用一个字母来表示向量 表示物理量 比如说V表示速度 A 这是随便的一个量 它可能代表加速度 可能代表动量等等 我们先不管 就是任意的一个物理量 如果它是向量的话呢 那你就在这个上面加一个短短的箭头 有没有啊 加一个箭头 这个容易吗 容易吗 会很难吗 这不难啊 那很多同学就是写不出来 那问题在你肯不肯学 注意啊 如果是纯量 你就写V跟A就好了 如果是向量 上面要加一个短短的箭号 然后我们有时候啊 是用图形 箭头来辅助 像这个箭头就代表 这个向量A 它的长短呢 就是这个向量的大小 它的方向呢 我们就用这个来表示 这个是代表一个单位向量 就是它的大小是1 它有一个方向 固定的方向 那么A呢 大小是A 方向就跟它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啊 可以把这个向量啊 等等我们下面 我这个先讲啊 我们现在是规定 一个向量 它是字母上面要加个箭头 但是你的书本上是这么写 书本上没有加箭头 不过它这个A啊 写的特别粗 特别黑 OK 这是代表向量 因为书本为什么不跟我们一样 写箭头呢 我念书的时候 这个书本都是 相当都是加箭头啊 当你翻开一页的时候 一看 全是箭头 会眼花缭乱 你看五页的话 头大概就晕了 所以后来呢 就改正 不用这个了 用这个符号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向量的写法 A 这是印刷体 然后这是我们写的时候 要写这么写 好 一个向量可以分成大小跟方向两部分 它是大小乘上这个 单位相关 univector 或者你把univector先写 说这个向量的方向在这里 大小是这么大 好 那么大小呢 我们也可以写成 A向量的大小 就是A向量 我们用一个绝对值 把它表示出来 乘上U 或者U univector 乘上A的绝对值 A向量的绝对值 好 那么A的大小就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 也等于这种向量的绝对值 这个是印刷体的 OK 好 那么什么叫做单位向量呢 这个 单位向量应该是这样 这个写错了 不要这个 就是U univector 等于A vector overA 你看这个大小跟这个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就变成1 它的单位也是一样 所以没有单位 它就是1 指向特定的方向 这就是单位向量 这个 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 我不知道怎么会写出这个来 好 现在我们再看 如果有两个向量 一个是向量A 一个向量B 这两个一看就知道 大小一样 方向也一样 所以就两个向量 大小跟方向都一样的话 我们怎么样子用数学的语言把它表示出来呢 我们就用A向量 等于B向量 所以A向量等于B向量的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向量大小相等 方向 方向相同 好 我们再看这两个向量 大小一样 但是方向却是相反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表示呢 就用A等于负B表示 A向量等于负B向量 那这个大小一样 方向相反 所以在这个向量里面 向量前面如果有一个负号的话 那就表示 这个向量 负B向量 跟B向量的方向要相反 代表相反的意思 所以在向量等式中 负号表示方向相反的意思 好 我们现在 再看 我们现在要求两个向量的和了 那两个纯量的和 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我们的老祖宗 过去啊 他是狩猎为生 今天抓了三只羊 把他放在羊圈里面 明天又抓了五只羊 然后他掰他的手指头一算 有几只啊 八只羊 所以羊 加法是什么意思啊 累积的意思 对不对 累积的意思 如果在后天又吃掉一只羊 剩下七只羊 那减法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就是少掉的意思 好 那现在我们向量 向量的和表示什么意思呢 向量的和有什么意思啊 你不能说累积啊 它不是累积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图 比如说这个A向量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位移好了 你从A点到B点 在某两个时刻之间 它的位移是A向量 然后从B点到C点 接下来又做了一个B的位移 B向量的位移 好 那就等于说 它是从A到C了 对不对 比如说T1在这里 T2在这里 T3在这里 那么T1跟T3 T1跟T3 它的位移就是这个 就是位移 就是我先做这个位移 再做这个位移 就等于是从A到C 直接做一个位移 它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从 这个意思就是 从T1时刻到T3时刻 从A点连续做两次位移 A及B到达C点 两次 与甲在同一个时间 从A点到C点 从A点做位移C 到达C点的效果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用A加B等于C的 来表达 就是说这两个向量之和 它的效果跟这个向量是一样 但是这个大小加这个大小 等不等于这个大小 等不等啊 不等哦 不等哦 但是在向量来说 这两个向量之和 跟这个向量是一样 好 那么我们再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 以前的飞机是螺旋桨 飞得很低 我们看得很清楚 比如说一架飞机 它是这么飞 它的机头朝这边这样子飞 它的速度呢 比如说是A 是A向量 但是有风往东边吹 这是往北 往东边的话呢 有风吹了 风吹了这个飞机 飞机就被风吹了 可以以这个速度往这边走 结果这个飞机是怎么飞啊 这个飞机怎么飞 机头还是朝这边 但是它飞行的速度是 是朝这边飞 我们以前 像我小时候 看这个台风天 有一种台风叫干台风 没有雨的 那飞机遇到台风 不太大的时候 它飞得很低 那么可以看到它 飞机怎么斜的飞 那这就代表A加B 等于C的意思 那现在我们就要 就把这个A加B等于C 这两个向量的和 等于这个向量 那么C向量呢 我们就称为是 这两个向量的和向量 叫Resultant Vector 和向量 那么反过来呢 A跟B向量 是C向量的分量 它的component 虽然A加B A向量加B向量 等于C向量 但是A加B的大小 不等于C的大小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求呢 这个和向量的大小 跟方向呢 和向量大小 跟方向 我们就看这个图 比如说这是A向量 然后B向量 这两个向量 连续做以后 它的和向量是什么 我们就先画图 画图怎么画呢 有一种叫三角形法 我就把这个A向量 先画出来 然后把B向量的键尾 接在A向量的键头 就是这一条 然后从A向量的键尾到C 到C这里画一个向量 这就是它的和向量C 图先把它画出来 这个就是和向量 然后这个C它呢 就是A向量 跟B向量的夹角 或者你也可以这么写 我先画B向量 然后再把A向量的键尾 接在B向量的键头 然后从B向量的键尾到A向量的键头 画一条 画另外一个键头 这就代表C向量 还有一个就是平行四边形法 画图 A向量画在这里 B向量 把这两个向量的键尾画在一起 然后从这里做一个平行线 跟B向量平行 这里做一条线跟A向量平行 这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对角线这个画一个键头 就是C向量 好 现在怎么用数学式子 把这个C向量的大小求出来呢 比如说 假如这是一个三角形的话 你知道A边的大小跟B边的大小 还有C边的大小 还有A跟B的这个夹角 因为你知道C代就知道这个角了 你怎么求C啊 用什么定理啊 你们学过三角形吗 三角 平面三角 我们用平面三角的余旋定理 余旋定理 C平方 这边的平方 等于这两边的平方和 再加上2AB 这两个大小的乘积的两倍 乘上Cosin Pi-Theta 这是减 这是减的 我刚看错 应该是这个 减这个 减到2AB的这个夹角 这个夹角是Pi-Theta Cosin Pi-Theta就等于Fu-Cosin Theta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值 然后C呢就等于这个开根号 这就是余旋定理 求C向量的大小 然后求它的方向怎么办呢 你这个C向量到底在哪里啊 我们怎么表示它呢 我们可以表示说 它跟A向量加多少多大的角 或者是它跟B向量加多少多大的角 你把Beta跟Alpha求出来 就等于知道C向量的方向 这个时候我们就余旋定理 A边比上 A边比上它对角的正旋函数 等于B边比上这边对角的正旋函数 等于C边比上这个角的正旋函数 Sin Pi-Theta就是Sin Theta 所以我们这个式子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式子 等于有两个式子相等 我们就可以解出来 比如说Alpha 这个当作因为C已经求出来了嘛 所以Alpha呢 就等于说你把这个乘过来 Sin Alpha 然后把这个乘过来 Alpha就等于Oxine的这个 或者是Beta也是一样 你从这个关系可以求出Beta 这两个只要求一个就好 不需要两个都求 因为这两个是已知嘛 我知道跟他加多少角就行了 或者知道他跟B向量加多少角 也就行了 那这是两个向量之合 我们看一个例题 我们就下课 A向量跟B向量如果已知 我们现在要求什么呢 这两个向量的差 求D等于A-B 那你说我刚刚只学A加B 没求过A-B啊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A-B向量 把它看成是A加上-B向量 然后按照刚刚的程序 你先画图 先画图 从这看这个图 我画A向量 然后呢 这个是B向量 但是它不是加B向量 它是加上-B就是加这一边 然后从这里 A的箭头到这个-B的箭尾 画一个箭头 这就是B向量 然后我们就由这个三角形 用余旋定理求D 用正旋定理求Alpha就可以了 余旋定理求D D等于这个 然后我们用正旋定理求Alpha就行了 以后我就是这样子讲了 我就不再仔细讲 我们速度才能够够快 那如果你一下子反应不出来 你回去好好地看我的讲 好我们上一次 讲到这个两个向量求和 两个向量求和 那么如果我们向量有很多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A B C D 这四个向量 我们要求这四个向量 这和呢 怎么办呢 我们做图都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先画A 再把B向量的箭尾 接到A向量的箭头 然后C再接C再后再D 这样画完以后啊 从A的箭尾到最后一个向量的箭头 你画一个箭号 这个就是这四个向量的和向量 那么这个顺序呢 那么这个顺序呢 不一定要先画A 再画B再画C 你可以先画B 再画D 再画A再画C 这样也可以 总是从最前面里 画的这个箭头的箭尾 接到最后一个箭头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和向量 这画图是可以 但是你要真的求这个和向量的大小 这个时候 你没有办法用一次的余旋定理 跟一次的正旋定理把它求出来 你必须要怎么做呢 我们AB两个向量 先求AB两个向量的和向量 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再求这个和向量 跟C的向量的和向量 然后再求这个和向量 跟D的和向量 那么这个就是E 所以你要用 有四个向量求和 你要用三次的余旋定理 跟三次的正旋定理 如果有二十个向量求和 你要做几次啊 十九次的余旋定理 跟十九次的正旋定理 那我看你做到第五次 大概就睡着了 因为这个太矮板的工作啊 所以这个方法是可行 但是不好 于是呢 我们就发展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把每一个向量啊 都先把它的分量求出来 刚才应该用这个图 把分量求出来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看 怎么样求分量 向量的分量 向量的分量 就是说我们 一般的一个向量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分量 或者是三个分量 都可以 那么 两个向量呢 我们可以把它合成一个向量 三个向量也可以合成一个向量 但是一个向量 要分成两个向量的时候啊 它的方法就很多 两个向量 合成一个向量 只有一个解 但是一个向量要分成两个向量 那方法多得很啊 但是我们现在就讲 一个最有用的方法 就是把一个向量 分成两个互相垂直的分量 或者是三个互相垂直的分量 那么这个分量呢 对我们最有用 好 现在我们看啊 我们看二维的迪卡尔坐标 只有两个坐标了 这是一个面 那么 坐标轴呢 X轴跟Y轴 假如我们有一个A向量 这是向量本身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AX跟AY 两个分量 那么这两个是互相垂直的 OK 那么 你可以分这两个分量 那这两个分量怎么求呢 它的大小怎么求呢 那很好求 因为有这个坐标系的关系啊 很好求 如果不是分成这种垂直的 随便你乱分的话 那不见得你能够求得出来 比如说我可以分成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那这样大小 这两个分量的大小 就不好求 那这个分量的大小很好求 比如说AX 就是这个长度 大小是这个长度 方向是X方向 那么这个大小是什么呢 它就是A的大小 乘cos θ 那么AY向量呢 它是朝Y方向 这个大小呢 AY呢 就是A乘上3θ 就是这个 这很好求 对不对 好 那么因此啊 这两个向量分量 做出来了 我们说这个向量A啊 就相当于这两个分量之合 这两个分量也是向量啊 这两个分量向量的合 你可以这么写 也可以呢 把这个大小跟方向分开写 然后把这个值带进去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子 好 那么反过来啊 如果我知道一个向量的两个分量 是AX跟AY的话 那我呢 也很容易求A向量 比如说A向量的大小是什么 那就是这两个分量 因为你看 这个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所以它的大小 就是这个平方 加这个大小的平方开根号 那么很好求 然后这个角度呢 那么tangent theta 是在于这对一边 比上零边 对一边就是AY 零边就是AX 所以这种分法呢 非常的方便 好 现在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有三个项量 三个项量 A1 A2 A3 这三个项量 A1跟X的夹角是 Zeta1 A2跟X X轴的夹角是Zeta2 A3 A3是Zeta3 那么现在我们要求 A1加A2加A3 这三个项量的核项量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三个项量的核项量 我们就把这三个项量画在迪卡尔坐标的圆点 它的线尾画在圆点 然后我们就把每一个项量把它分成X分量跟Y分量 比如说AX A向量可以等于A1向量 A1X A1Y A2向量呢 这个A2X这是负的 它自然它就是Cosin Theta2就是负的 那么这个是A2sin Theta 然后这个可以分成A3Cosin Theta3 跟A3Sin Theta3 每一个项量 你都把它分成X分量跟Y分量 然后我们说核项量A 它也有X分量跟Y分量跟Z分量 那么A向它的X分量呢 就是这三个分量 三个X分量之合 你就把这个加起来 那么Y分量呢 就是这三个分量之合 你把它加起来 那么加起来以后啊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用数字 Theta是多大也没有讲出来 A1 A2 A3多大也没有讲 所以说这个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呢 我们不知道 那现在我假设好了 假设 AX是负值 AY是正值 那我就把AX画在这边 它的大小是多少 如果有数字就知道了 那AY呢 假设它是正的 真的有数字的话 就看它的数字是正的还是负的 如果是正的就画这一边 好 那就等于说 你现在知道向量A的两个分量 你要求向量A要怎么求啊 那我们就是用 从图上面就知道啊 核向量的大小 就是AX平方加AY平方 然后它的角度呢 Tangent theta 这个用广义三角 第二角度是第二向线的 那么Tangent theta 是等于AY over AX 这个里头 你看这个是正 这个是负 因此这个theta是 第几向线角啊 第几向线啊 第二向线角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多个向量求合 那现在我们要讲 向量跟纯量 向量的成绩 向量的成绩 好 两个向量相成的话 它代表什么意思啊 两个纯量相成都很简单 二 乘三 比如说我们连续两天都抓到三只羊 那么我们经验 起初我们是用掰手指头啊 三加三六 那么久了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啊 连续两只都是三只的话 那就是六只 二乘三 就是三的两倍是六只 所以乘法是倍数的意思 但是我们在向量里头 怎么办呢 我们的向量的话 乘法 它就 可以分成好几种 一个是向量跟纯量的成绩 这个是向量 这个是纯量 如果向量乘上纯量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写 A向量乘N 或者是N乘A向量 那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方向啊 跟原来这个A向量相同 但是它的大小变成它的N倍 所以这个N也有一点累积的意思 就是倍数的意思 可是如果 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新向量 我们可以这么写 新向量的大小 N乘上A 这个是向量的大小 你看 有箭头跟没有箭头 意思不一样啊 那这个就可以写成N乘上A 所以这个N A N 或者N乘上A向量 就是向量A的N倍的意思 好 那么如果N是正值的话呢 NA的方向跟A的方向相同 如果N是负值的话呢 那么这个NA 这个少了一个A NA向量与A的方向相反 好 现在我们看 两个向量的内积 两个向量的内积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A向量 跟一个B向量 这两个向量做惩罚 那这个算什么 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惩罚就不 意思就不一样了 前面是有倍数的意思 那这个呢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那我们说A向量乘B向量 如果是内积的话 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做A向量与B向量的内积 那这个时候 这是一种新的一个定义 这是一个定义就是规定 没有道理就是这么规定 我们就写成A一点乘B 这个点可以不要这么大 它是一定要点出来 A点B 那这个就代表是 它的值就相当于A的大小 乘上B的大小 乘上A跟B向量夹角的余旋函数 就是这么规定 没有什么意思 就这么规定 所以你看到这个向量的表示是 你就晓得它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你看 你有一个量是这个量 而AB是向量的话 这个是它的夹角 你就可以把这个量写成A dot B A点B 那么因为 这个我们叫做内积 Inner Product 因为它现在 做成绩以后是存量 所以我们又称它叫做存量机 叫Scala Product 而它的符号是用点来表示 所以我们又称它叫做Dot Product 这个写错 这是D-U-T-C-T Dot Product 那么叫做点机 那么A跟B像这样 做内积的时候 你先写A再写B 或者是先写B再写A 没有关系 结果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的顺序呢 不影响它的结果 好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 如果A dot B等于0 但是A的本身 这个A向量的大小不是0 B向量的大小也不是0 那么这个 这两个向量有什么性质啊 那你就看看这个 A dot B等于这个 A不是0 B不是0 那一定是什么东西是0啊 Cosin Theta是0 对不对 Cosin Theta是0的话 Theta是几度啊 90度 我们都是选这个小于 180度的 所以90度 90度就表示啊 这两个向量互相垂直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如果A向量跟B向量互相垂直的话 那么我们说这两个向量呢 内积等于0 或者说这两个向量内积等于0的话 这两个向量就是互相垂直 这个概念以后会常常用到 好 现在我们来讲外积 外积也是一种定义 比如说我现在有A向量跟B向量 好 这个 这个角 我没有画出来 是Theta角 好 那个定义是什么呢 定义就是 A cross B 这个时候不是用点哦 它是用XX A cross B A cross B 大小就是A乘B乘三Theta 这是定义啊 没有道理 它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这个是一个单位向量 它的方向就是A向量 你先升下A 然后往B向量的方向弯曲 大拇指的方向啊 就是A cross B的方向啊 这样的 那么这个是向量 两个向量的外积 好 那么两个向量做外积以后啊 你看它的结果呢 仍然是一个向量 刚刚两个向量做内积啊 结果是存量 外积的结果却是一个向量啊 这样 要记住 好 它的方向就是 刚刚我用右手螺旋定辙 予以决定 右手螺旋定辙 好 那么 这两个向量做外积 它又是 它又 结果也是一个向量 因此我们就称 这外积呢 叫两个向量的向量积 两个向量的Vector Product 因为它用的符号是XX 所以我们又称它叫做XG XG 那以后呢 你们写在高中以前啊 你说我这个XXY 你XXY也可以 X点Y也可以 就写XY也可以 那是存量 但是现在的向量啊 X就是它 点就是点 意思不一样 那么没有说A向量 当中也没有X也没有点 就是一个B向量 没有这样的 所以以后写的时候 所以以后写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好 那么因为AXB 它跟BXA方向相反 AXB BXA方向相反 那因此呢 它的顺序就很重要了 你AXB方向是这个方向 那BXA就是负U的方向 因此我们有AXB 等于负的BXA的这个结果 OK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AXB 它的方向在U的方向 U的方向 那么U的方向 那就是AXB就是这个方向了 这个方向呢 跟A向量也垂直 跟B向量也垂直 那因此AXB 跟A向量垂直 AXB同时跟B向量垂直 像这种特性呢 我们都要从我们演算里面呢 常常去演算 然后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很自然 一提到一看到它 我们就知道有这个性质 OK 好 现在我们看 如果两个向量 A跟B的Cross 等于零的话 那么大小都不是零 那么这两个现在有什么性质呢 那我们就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啊 A向量CrossB向量 不是同方向 不是同方向 就是方向相反的意思啊 OK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你就要想到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三维的啊 二维的这个平面 我们很常用的就是三度空间 三度空间一个物体的位置啊 我们可以用X轴 Y轴 Z轴 这三个互相垂直的轴 来表示出来 这三个轴呢 I是代表X轴的单位相量 J是代表Y轴的单位相量 K是代表Z轴的单位相量 这不一定要这样表示 但是这个很基本的 我们一开始啊 用向量的时候是这样的表示 当然现在有别的表示法 比如说我们直接用X 上面打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符号 我们说给它戴一个帽子 它就是X方向的单位相量 Y打一个帽子 戴一个帽子 就是Y方向的单位相量 等等 好 那么 这就是三维的迪卡尔坐标 那么它有三个轴 X轴 Y轴 跟Z轴 这是我们一般常用的 这是迪卡尔坐标 要从XYZ来表示 好 那它 这三个轴呢 你把X放在这里也可以 那Y就变成这一边 Z轴就变成这一边 你X如果 X轴是这个轴的话 那这个轴就是Y轴 这个轴就是Z轴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 哪一个是X轴 哪一个是Y轴 哪一个是Z轴随便我们定义呢 也不行 它有一定的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 你把XYZ XYZ 这样照顺序排起来 你X轴 往Y轴的方向弯曲 你算X轴往Y轴的方向 手弯曲 大拇指就是Z轴的方向 如果你是从Y轴往Z轴方向弯曲的话呢 那么大拇指就是X轴的方向 如果你从Z轴往X方向弯曲的话 大拇指就是Y轴的方向 所以这个是右手才可以 右手的坐标系 因此我们常用的就是右手的坐标系 全世界如果迪卡坐标都是用右手的坐标系 所以你以后你要注意啊 你如果做一个题目 你坐标就画错了 那以后你怎么做都没有用 人家都 一看你坐标错了 这一题不看了 你就是零分 你要记得这个 迪卡坐标这个是右手坐标系 那么这个我刚刚说过 这个就是分别代表 这三个轴的单位相量 好 现在我们说 迪卡轴上面任意一点的位置 就是空间我们现在有一个点 它的位置我们怎么决定呢 好 这个决定就是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画一个XYZ 这个迪卡坐标 好 那么这个点是在X1 Y1 Z1这个位置的话 那它的位置就是怎么决定呢 它就是由三个面来决定 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就是X等于X1这个平面 X1这个平面 好 它跟X等于X1是这个平面 好 跟Y等于Y1这个平面 这两个平面的加 这两个平面的交集就是这条线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一点是在X平面 跟Y平面上面 那你只能知道它在这条线上面 如果我再加一个说 它还要跟Z等于Z1这个面 这个面有交集的话 那就是这条线 跟这一点的交点 那么这一点就是X1 Y1 Z1 它是三个平面的交叉点 好 那么 所以我们这一点呢 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符号来表示 好 那么我们画在这个坐标上 你就不要画 这个面就不要去画它了 好 我们就直接画在这里 P在这里 好 那么你 你这个地方 垂直投影在这里 那它的投影就是这个长度 好 这个投影 在这一边的大小就是Y 这一边的大小就是这个大小 就是X的大小 所以我们 然后这个在Z轴上的投影呢 就是Z向量 那所以XYZ就是这 R向量 就是O到P点 就是R向量 就是叫做位置向量 位置向量 它可以分成这三个分量 好 那么 这个位置向量 比如说我们迪卡坐标 P点 它的位置向量 就是从O到P 画一个箭头 它的三个分量是这个 那现在这三个分量的大小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形上来看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形上来看 这条线是OP的si theta 就是这个 然后这条线在这个地方的投影 就是这个大小乘cos phi 所以它就是sin theta乘cos phi 那这个投影呢 就是这个呢 就是sin theta Rsin theta乘上sin phi 因为这一条就是这一条了 所以是sin phi了 那么Z1呢 就是R的cos theta 所以那么你们回去啊 要把这个东西 我们讲的就是这么讲过去了 你回去啊 要从你的脑筋里头啊 仔细再把它思考一遍 然后这三个分量是这个 那么R的大小呢 就是这个大小 就等于这个 因为这个大小等于什么东西啊 等于这个平方 加这一边的平方开根号 而这个平方呢 又等于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那么因此R就是等于这个 好 所以任意的一个向量 在迪卡尔坐标里面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A呢 AX 就可以参照这个 它就变成 A sin theta cos phi AY是A sin theta sin phi AZ是A cos theta A的大小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 就会用到 我们运动学里面就会用到 好 现在我们讲 如果我们有一个 两个向量 它是用迪卡尔坐标来表示 那我们现在问它的内积 它的加解 内积 外积 各是多少 比如说 我们现在 先看这个单位向量好了 先把单位向量 汇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向量的 内积跟外积 I dot I 大小是E 这都是X X方向 所以它等于什么东西 1乘1 乘上这两个相当的夹角是几度 0度 对不对 它自己跟自己就是 夹角是0度 所以呢 这个就等于1乘1乘cos0度 就是1 那J dot J跟K dot K也是一样 如果是I dot J的话呢 那就是1乘1乘cos90度 这是90度 那就是0 因此J dot K K dot I也是0 这个是内积 内积的意思就是说 凡是单位向量 跟它自己做内积的话 就另外一个向量 跟它同方向 的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是单位向量 就是跟它自己做内积是1 如果一个系统的单位向量 跟其他两个向量 跟它互相垂直两个向量 做内积的话呢 就是0 好 现在我们看外积 I cross J I是1 J也是1 I跟J 的夹角是90度 那么就是1乘1乘sin 90度 那是等于1 对不对 但是它有方向 这就是X cross Y 就是Z方向 因此它是大小是1 方向在Z方向 它就是K K unit vector 那这个跟负的 你把这个掉一掉 就是负的 那这个也是一样 K 这个 一定要多做题目 你才能够记得住 你光听 回去不做 还是没有用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两个例题 看这个例题 两个向量 一个是A向量 B向量 用迪卡尔坐标来表示 我们现在要求 A向量与B向量 是和 A向量跟B向量的差 还有AB向量的内积 A跟B向量的外积 好 那么我们首先看 它的和 那我们就把 A向量写在这里 加上这个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 同一个方向的 两个向量 合并在一起 就I乘上A加B AF加BX 然后J也 规并在一起 K方向 Y方向也规并在一起 它就变成这样子 这就是跟我们刚刚讲 好几个向量加起来 你先把它变成分量 然后每一个方向的分量加起来 减的话呢 也是一样 也是这么写 然后这个向量跟这个向量 它有个负号 放在 把它合并在一起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都很简单 A加B向量 A向量减 B向量都很简单 那现在我们看 A.B向量 我们刚刚只讲 A向量跟B向量 这个结果就是 A.B A.B A乘B 再乘上 它的夹角 那现在 我们用迪卡尔坐标来表示 你没有办法说 这个大小是什么 你现在 可以知道了 那这个大小是什么 也可以算出来 因为它就是AX平方 加AY平方 加AZ平方 开根号 问题是 这两个向量的夹角是多少啊 你能不能看出来啊 看不出来啊 好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它这样子写 然后把它展开哦 展开 这一项成这一项 这个成这个 这个再加上这个成这个 再加上这个成这个 那我们把向量都写在一起 存量呢 你看这个成这个 你就直接AX BX就好了 然后再把这一项乘这一项 这一项乘这一项 加起来 这一项乘这一项加起来 这样加起来 那一共有几项呢 有九项 好 那么这些单位向量的内积 我们刚刚不是做过了吗 对不对 这个 I.I.I.J.J.J.K.K.K. 这等于1 其他这个都是0啊 其他这个都是0啊 于是啊 我们就知道 它最后加起来 只剩下这对角线的这三项 AX BX 加上AY BY 加上AZ BZ 这可以当公式来用 就是说 这两个 迪卡坐标的向量 做内积的话 它就是等于AX乘BX 加上AY乘BY 加AZ乘BZ 这么很简单的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两个向量 做外积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 把它展开 不过这里就用Cross 用Cross Cross我们刚刚也做过啊 I.I.J.J.J.K.K.K. 等于0 对不对 那I.J.J.就等于K I.J.J.是等于 I Cross K 是等于负J等等 我们就把刚刚这个结果 带进去 带进去以后 我们就把I向量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 AY BZ 好 J Cross K 就是I 对不对 I 它是正的 然后K Cross J 这是负I 把这个 两个都是I的合并在一起 就变成这样子 把两个都是J方向的合并在一起 两个都是K方向的合并在一起 那它结果就是这个 你说这个结果好难记哦 比刚刚那个A.B 是难记一点 但是它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记 比如说你现在看这个 我们现在把XYZ XYZ 还是这个顺序 这么交替的排列出来 你看 I 我们看第一项 第一项 就是X 对不对 单位项量用X 那A项量就是用Y分量 B项量就是用Z分量 XYZ 然后第二项呢 这个是Y Y的话就是YZX 对不对 A就要用Z项量 B就要用X分量 就是X方向的 那K呢是Z 你看就ZAB ZXY ZXY 那它这个K是Z A项量就要用X分量 B项量用Y分量 你看这个可以 可以用刚刚那种交替法 把它定出来 那第二项呢 第二项更简单 第一项是AY乘BZ 第二项就是AZ乘BY 这个是AZ乘BX 第二项就是AX乘上BZ 等等 好 那么这个 大家要做熟了 一写到这个AXB 马上可以把这个写出来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我们把它写成行列式 这个结果可以用行列式来表示 这是单位项的IJK 第二列是AXAYAZ 第三列BXBYBZ 你把这个行列式展开 就是这样子 这个其实啊 像这个都不要用到这个 这个是用在什么时候呢 用在圆柱坐标 跟球坐标的时候 你们现在大概还用不到 以后要用到圆柱坐标 跟球坐标的时候 我们都用行列式来表示 好 这些是你们要回去思考的问题 我这里不告诉你 A相量加B相量 等于C相量 那么A加B也等于C 那么AB相量 有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OK 好 那这个你们讲 以上都有啊 你们回去啊 自己去思考 底下就是一些坐标系了 我们介绍的 底卡坐标 我们刚刚介绍过了 那现在我们看看球坐标 就是我们空间任何一点呢 刚刚是用X1 Y1 Z1来表示 但是它有时候也可以用 R Zeta Phi来表示 RZeta Phi是表示什么东西呢 那就是说这一点 它在哪里啊 它是在一个球面上面 半径等于R的一个球面 这是一个球面 不是一个圆 一个球面上面 这个球面呢 又跟另外一个顶角 是Zeta的一个圆锥面相交 你看 这是一个球面 跟这个圆锥面相交 那么它的交集就是一个圆 这个圆 所以这一点一定在这个圆上面 还是不能决定它在哪里啊 我们说 它还要跟一个面来交集 这个面呢 这个平面 它含有Z轴 那么它跟X轴的夹角是Zeta 而不是Five 跟这个面交集 你把这个面画出来啊 画一条直线 交集点就在这里 那么这一点就是P R Zeta Five 所以这一点呢 你如果用球座标表示 它就是P R Zeta Five 如果用迪卡尔座标表示 它就是X Y X1 Y1 Z1 如果你有X 如果你有X Z 它这三个轴来表示的话 就是X1 Y1 Z1 好 比如说我们画出这个 迪卡尔座标做辅助 那这一点P点呢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 到P点 这里 画一个向量 这个就是位置向量 位置向量 OK 好 那这一点呢 你看它 投影下来 这个角是Five角 那么 它这个就是R Zeta呢 是这个角 它跟Z轴的夹角 Five是投影 跟这个X轴的夹角 这两个 两个是代表同一个点 同一个点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单位向量 刚刚在这个迪卡尔座标里面 单位向量很简单 X 轴它就是I Y轴就是J Z轴就是K 你在迪卡尔座标 任意一点 的向量 它的三个分量 仍然是X分量 Y分量 Z分量 还是一样 但是 你在圆柱座标 就不一样了 分量就 要看你 分量的方向啊 要看你这个位置 在哪里而定 因为它的分量 因为它的分量是这么定法 比如说这个是R 你把这个延长出去 这叫R univector 这是E 这是它的方向 那θ呢 θ就是从这里 画一个圆弧 那这个就是这个切线的方向 那因此啊 这个方向 θ的单位向量 是跟R 单位向量 垂直 垂直 那么 Fy的方向呢 Fy的方向就是 这个角 从这里 画一个圆弧 到这里来 那么它的切线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 这是Fy的单位向 它就是这个方向 我们发现 这三个分量啊 是互相垂直 所以这个 它也是一个 互相垂直的三个分量 所以 在球坐标里面 我们用这三个单位向量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 就是说这个用迪卡坐标表示 这个是用球坐标表示 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我们发现R 向量 它就可以显示R的大小乘上R的单位向量 就在这个方向 但是这个向量 我们上一次不是说过吗 在迪卡尔坐标里面 它可以写着 I X1 加上JY1 加上KZ1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 有这样的关系 OK 然后X1是什么 X1 那就是R sin theta cos phi 我们从这个地方 可以读出来 Y就是等于R sin theta sin phi 那X1就是这一段 Y1就是这一段 Z1就是这一段 R cos theta 好 这个我们 不在这个地方花很多时间 你们回去啊 看我讲义啊 慢慢的把它 一定要把它弄懂 OK 好 那么这三个单位向量互相垂直 那因此它又有这个关系 R cross theta 等于5 Theta cross phi 等于R 5 cross r 等于Theta 你把这个R theta phi这个 你从这里可以看 看得出来 比如说R cross theta 就是5 这样子 当然你R dot r 就是0 Theta dot theta 就是0 5 dot phi 就是0 好 我们再看一个 我们在圆柱坐标里面 比如说我把这个 这一条 原来是在这里的 原来这是 比如说原来这一点在这里 P点在这里 P点在这里 好 那么我们从这一点 就是说这个R向量 原来是从这里到这里的 如果我从这个位置 把这个移动一下 位置移动一下 这个移动怎么移动呢 比如说我往这边移动 一个小小的角度叫B theta B theta OK 好 那么于是 它这里就有一个弧场 这个弧场 这个弧场 弧场呢 就等于什么 等于R乘上D theta 这个叫做 我们这里是L2 那 从这里 往这边前进一个 小小的位移 叫做DL1 DL1就是DR了 因为这个R方向 一个增量就是DR 那么 那么 于是 这两个位移 当做一个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 就是说 这边乘这边 它就是一个面积基数 Element Element就是很小的意思 你如果画得像我这么大的话 这个面积 那一定不是这个乘这个嘛 因为它不是 不是长方形嘛 它很小很小很小的话呢 那就可以这么用 那于是 它就是这个 乘这个 如果我们再往Fy的方向 做一个 做一个 位移的话 这个就是DL3 DL3是等于 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 DL3 DL3 它是等于 这一边边长 这一边的边长 这一边的边长是 R Sine Theta 做一个角度 Fy 这个角度 D5 这里 做一个位移就是这个角度 D5 所以它是R Sine Theta D5 这是它的位移 于是 我们以这三个边 DL D1 DL2 DL3 三个边 当作一个六面体的三个边的话呢 那构成一个体积基数 就是这三个边的成绩 就等于这个东西 因为它很小很小才可以这么做 很大不可以 那 像这个以后啊 你们现在可能用的不多了 但是我们先介绍一下 你们到二年级 学电磁学 学什么力学 理论力学等等 就要用到这个式子 好 那如果我们从这一点 这就是P点 到它的对顶 对顶角 这个就是R加DR R加DR Theta加D Theta Phi加D Phi 做一个位移的话呢 我们 从这里 画一个箭头 这个叫DL 好 那么这个箭头呢 它就等于这三个 位移基数之和 那么它的大小呢 就是等于这个 因为DL1是多少 DL2是多少 我们前面都求出来了 好 这个回去啊 你们仔细把它想通 好 再来我们就看这个 圆柱坐标 好 圆柱坐标啊 任何一个点 P点 我们可以用这三个 这三个来符号 来作为它的位置 这三个符号在哪里呢 这R1代表什么东西啊 我们直接就用R5Z就好了 这个1就可以不要 你写R5Z就好了 那么这个R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一个圆柱体 它的半径是R 你看它的半径是R 我们说这一点呢 在这个圆柱体上 圆柱面上面 如果我说只在圆柱面上面 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啊 只是在面上面啊 好 我说还要跟什么呢 跟 这个面 也在这个面上面 这个面就是一个平面 还有Z轴 跟X轴的面呢 跟X轴加Phi角 好 那么这个圆柱面 跟这个面的交集 就是这一条线啊 就这条 那么现在范围缩小了 在这个线上面 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 它确实在哪一点呢 我说还有一个面 还有在这个面上 这个面就是Z等于Z弯这个面 或者Z等于Z这个面 好 那这个面 再跟这一条线的交点 就是这个 所以它是 这三个面 这个圆柱面 这个皮面 跟这个皮面的交点 那么这个交点 我们就可以用R5Z 来表示出来 好 那么我们通常都画这样子 那三个面就不要画出来了 P在这里 好 那么它跟Z轴之间的 Z轴这是垂直的 距离 垂直距离 这画一个相当就是R相当 OK 好 那么 它的投影到这里来 那么 这一条线 跟X轴的夹角就是Fi Fi角 OK 然后呢 它跟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那么 这就其实代表一个面 这就是Z1 Z1 就是这一条线 它的Z轴的坐标就是Z1 好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面看出来 X1等于什么 这个就是R R 不要投影了 就是R R Cosin Phi就是它 R Sin Phi就是这个 那它本身Z1 就是Z OK 好 它的单位向量 如果有一个向量 它从这里开始 那么它的单位向量呢 就是 你看 我们把这个延长就是R的单位向量 这就是R轴的单位向量 那Fi轴呢 就是这里 这是Fi角 所以跟这个垂直的 就是Fi角 Fi向量 那么Z呢 就是这个 这个轴 方向在这里 所以它的三个分量 是这个 这三个分量 这三个分量 也是互相垂直 那么R cross Phi 等于Z 你可以从这里看嘛 R cross Phi就是Z Z Phi cross Z Phi cross Z P就变成R 你用右手 螺旋定乘来看 就是这样子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从这里 这是P点 我往三个方向 R的方向 做一个位移 叫做DR 做一个位移 DL就是DR 好 往Fi的方向 做一个位移呢 这个位移其实是一个 弧长了 弧长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 R D Phi R D Phi 那么 在Z方向呢 也做一个 位移 叫DL2 D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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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DL3 它是等于DZ DZ 好 于是 这就构成一个 六面体 这六面体 它的面积呢 就是这三个边的层积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好 我们从这里 P点 到它的对顶脚 就是这个位置 做一个位移的话呢 它的DL 就是等于DL1 加DL2 加DL3 就是这三个 下起来 OK 好 那么 这一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啊